龟雀来大结局,书彻在肖青的帮助下大姨灭亲,成家父子和书伴入狱。 由唐嫣罗季,许玲月领贤主演的电视剧《龟雀来》正在热播,最新剧情中,肖青和书彻的误会完全解开了,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,书彻邀请肖青到自己的公司做法务。 某云也很高兴能跟肖青做同事,后来绿卡和诚然也加进书彻的田园科技,这样依赖五人小团体就此形成了。 五人领的上亿被关系也相当复杂,肖青的父亲和书彻是燕州市的反贪检察官,书彻的父亲书旺是燕州市长,某云和诚然的父亲是燕州企业家成伟,书旺和成伟曾经为了无法见光的利益来往反对书彻和某云登记结婚,甚至要求某云隐瞒这段恋情。 但只是包不住火的,书彻的公司在成伟的暗中操纵下发展飞快,几个大项目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,而投资人对他也相当暧昧,后来经过书彻的调查,他发现成伟和书网的勾结。 为了弄清真相,他瞒住某云偷偷回了燕州,当面质问书网他贪污犯法了,可父亲却不为所动,当书彻回美国的时候,书网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不让下一辈过上贫困的日子。 对父亲失望的书彻偷偷偷回了美国,他只告诉肖清立人来接自己,在海边的礁石旁,书彻向肖清倾诉了一切,这时候肖清才知道书彻是市长的儿子。 某云当初逃婚的原因是为了父辈的不正当交易。 书彻无法接受这一切,他决定跟某云分手,把田园科技公司关闭了,开始了自干掉落的模式,肖清一直在身边照顾他,并督促他完成学业。 后来书彻跟肖清在一起,他找了份导游的工作,不想花父亲贪污的每一分钱。 后来书网和成为的交易曝光,了解内幕的肖清成为公诉方的关键证人,在爱情和公益面前,书彻把他推向了公益,书网和成为为自己犯的罪付出了代价,而诚然因为父亲的关系牵扯进来,他也入狱了。 绿卡因为肖清为偶像并没牵扯进去,没有赢知道一切,但没参与进去,最后他跟林明在一起了,至于肖清和书彻,想知道两人还会不会在一起,请跟我一起追剧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